看看新闻网 原来一个多月前由易能静担任导演的电影《我是女王》在土耳其杀青 全组庆功的时候在电影中担任男主演的男友秦浩 策划了一场浪漫的求婚 易能静也在很多朋友的见证下回答我愿意 今年易能静已经45岁 秦浩则比他小了整整10岁 姐弟恋如何修成正果 有知情人士透露两人是在拍摄电影《摇滚英雄》时日久生情 2014年2月10日 当时相恋半年不到的秦浩和易能静牵手走上柏林红毯 宣传男方主演的电影《推拿》 当时两人亲密而语时之紧扣 并且还带起了对戒 跟之前的每一次嘎那都不一样 这一次对我的意义来说非常非常重大 因为电影有没有看片 感觉怎么样 觉得他演得如何 非常 还有最最关键的 秦浩的戒指戴在表示未婚想结婚的左手食指上 而易能静已经把戒指戴在了象征婚姻的左手无名纸上 不久之后的4月25日 易能静宣布首当导演 女主角挑了韩国女星宋慧桥 而男主演之一自然是男友情号咯 虽然在发布会上 并没有两人的单独合照环节 但是公布恋情之后的首次合作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两人都是合拍又甜蜜 而秦浩也享受着身为导演男友的特殊待遇 从在一起到公开 秦浩和易能静的恋情进展的快速且高调 不过比起一直走文艺路线的秦浩 易能静的前一段婚姻显然更被大众所熟悉 1986年易能静宇前夫于成庆相恋了 当时他俩可谓一见钟情 但由于双方都是艺人的特殊身份 最终不得不选择地下恋情 这一恋就是15年 地下情是非常痛苦的对女孩子来讲 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忍受说 你喜欢一个你不能说出口 2000年结束爱情长旁的两人 最终走入婚姻殿堂 并在两年后有了自己爱情的结晶 直到2008年11月 易能静宇黄维德 在北京牵手逛街被拍照 让这段被曾视为娱乐圈童话的婚姻 画上了句号 而两人的独生子小哈利的抚养圈 最终归给了易能静 离婚后易能静的感情生活 虽有绯闻 但始终没有得到他亲口承认 而如今秦浩能够打动他 得到小哈利的认可 也是重要的一点 不久前秦浩就拍到和易能静 一起接小宝贝放学 而在当晚的家宴上 两个人也是紧紧依偎在一起 显然是受到了家人们的祝福 最近易能静还被拍到 去医院咨询试管婴儿 看来还有给秦浩生一个宝宝的打算 如今求婚已成 我们就等着吃这两位的喜酒咯 行为在线 编辑报道 真的是温馨浪漫 我们要祝福两位